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的4月10日 今天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了馬英九 他兩個人第二次見面 第一次見面就在九年前 當時是新加坡見面的 新加坡是一個中立的地方 這次在北京見面,北京就變成了 習近平是主,馬英九是客人 當年是兩人平起平坐的 在新加坡見面是特別有意義的 就是代表兩黨國共第三次合作 當年國共第三次合作談不成 很快就破裂,變成了國共內戰 這個會不會是一個談得整的國共合作呢? 馬英九九年前跟習近平在新加坡見面 兩個人分別是代表中國共產黨的黨總書記 然後馬英九就是中國國民黨的黨主席 兩個人是見面的 是以黨的身份去見面的 不是以國 因為國是大家互相不承認的 一個是不承認中華民國 一個是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所以是互不承認的 這就是九二共識的核心精神 但是上一次 為什麼習近平新上台我們理解呢? 他見馬英九是希望創造自己的輿論 令到在歷史上留下一個美名 就是因為1949年之後 兩岸的領導人是未曾見過面的 在湖北交往的 甚至乎劍伯老章的 金門炮戰的 但是習近平就是剛上任務內 就是創造一個自己的歷史美名 這個是可以理解的 馬英九呢? 馬英九他怎麼樣要見他呢? 我九年前的評論我認為 到現在我也沒有改變這種看法 就是因為他即將卸任 即將卸任的時期 就是民進黨很可能會上台 後來事實蔡英文做了百年 所以他見面其實是無阻到兩岸 後來的形勢發展的 沒辦法影響左右大局的 所以他見習近平 是更多為歷史對他的評價 是有一些看法的 因為他個人 那個威望 其實就是 一個完完全全大中華爾式的人 他父親是一個大中華爾式的人 他組織就是湖南 然後 遠祖就是左扶豐 大家知道這個京兆韻 左扶豐又鳳凝 其實就是這個中原人 在香港出生 在香港廣華醫院出生 然後就去到台灣 即使在美國哈佛大學 拿了博士學位之後 他就擔任了蔣經國的英文秘書 在他父親和蔣經國的栽培下 他是希望繼承到兩蔣的位置 兩蔣的位置就是要統一中國 用什麼形式統一中國呢? 蔣介石是強調光復大陸的 反攻大陸,光復大陸的 但是後來晚年也知道不可以了 所以就改成這個什麼? 改成這個望共在共,復國在我 所以到了蔣經國的時候 他也是認為要望共在共,復國在我 我們只要堅持中華民國 堅持三民主義 拒絕一國兩制 這就是蔣經國的思想 好了,作為蔣經國的英文秘書 他是繼承宋楚瑜的 繼任宋楚瑜 就是在他父親推薦之下 就擔任了蔣經國的英文秘書 所以他做總統的時期 他就是希望可以創造條件 讓兩岸可以有統一的基礎 但是他的思想是什麼呢? 就是要推動中國大陸 也要發展民主 所以他說 大陸不民主,統一不要談 就是他自己在位的時候那種思想 但是問題是大陸不會一視三刻有民主的 所以他的立場就是 這件事情 所謂統獨的問題 就是拖得拖 拖到幾十年後 可能大陸有民主就統一了 大陸沒有民主前就不要統一了 所以現在這個時候 先要穩住局面 不要像民進黨那樣 惹怒大陸 這就是馬英九的思想 那麼台灣人 尤其是年輕人 現在的90後或者00後 對他這種說法當然是吱吱以鼻 當然認為不合理 因為90後00後 他們完全跟大陸的情懷是割裂了的 因為80後也好 70後也好 他們都是在兩長的時代 或者是李登輝的時代 在那種 中國國民黨的教育下成長的 而且他的父親 即70後的父親很可能還從大陸過來的 好像馬英九一樣 在香港過來的 所以他們的父親是有直接的聯繫的 跟大陸 但是90後和00後 他們的父親就根本上是在台灣出生的了 已經是土生土長的 他爺爺可能還有機會在大陸過來 但是更多其實爺爺也還在 尤其是00後 他們爺爺根本就是台灣出生的 所以三代已經在台灣 好像馬來西亞人 新加坡人而已嘛 是不是? 你三四代在馬拉或者新加坡 你其實跟中國的情懷 已經是自然地疏遠的 所以這個可以理解 那麼好了 九年前兩家會面 就各取所需 習近平就要在新上任的時期 製造他 跟以前的領導人是不同的 能人所不能的 就接見了馬英九 有這樣的氣度 馬英九就希望留下一個歷史的美名 但是為什麼九年後還要見面呢? 九年後馬英九的勢力的影響力 已經大不如前了 台灣政界沒有任何影響力了 是不是? 他支持的候選人 選市長也好 選總統也好 都輸了 所以他也不在任了 是不是? 他是中華民國的前總統 中國國民黨的榮譽主席 但是他沒有實質的影響力 是不是? 對賴清德政府 對蔡英文政府 是毫無影響力的 但是為什麼還要見面呢? 這個我認為是從馬英九的生平可以解釋到的 坊間有些人就說 因為他是狗嘛 人與其名是狗 那麼這種說法就是 太過忽略了歷史發展了 因為我們評論歷史人物 就要從歷史背景來說的嘛 那麼我們首先看看習近平怎麼說 尊敬的馬英九先生 是用先生去對稱 就是因為要用兩黨合作的基礎 去平等對待 所以一個尊敬的馬英九先生 都是一個平輩的 就不像李家超那樣 那麼這個 這個是中共的一貫策略來的 就是一個彈性的原則 是不是? 就是未溝到前呢 對香港也是這樣子的嘛 馬照跑舞照跳啊 共產黨是馬不倒的 是不是? 九七年之後呢 你們可以繼續 哇 六四什麼都可以做 那麼這個就是未溝到前呢 局勢呢 就可以平等的 溝到之後又是另一件事情了 那麼香港人應該有這樣的經驗了 那麼他就說 第二次見面 這個風光明媚 就說了這些客套說話 對於你們一行來到 表示熱烈的歡迎 非常之歡迎 馬英九先生呢 馬先生素有民族情懷 堅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 推動兩岸的關係和平發展 那麼很好啊 那麼 兩岸同是中國人啊 沒有心結是不能化解的 沒有什麼問題不能商量的 沒有勢力可以將他們分開 海峽的距離呢 阻隔不了兩岸同胞的骨肉親情 兩岸的制度不同 改變不了呢 兩岸同屬一個國家 一個民族的客觀事實 外部的干涉呢 阻擋不了 加國團聚的歷史大勢了 歷史大勢 合久必分就分久必合的嘛 滾滾 長江東細水嘛 那麼 兩岸的同胞呢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始終是一脈相承的 深守相擁的 守望相擁的 青年是國家的希望啊 民族的未來 兩岸的青年也好 兩岸的未來也好啊 所以呢 他說我先講到這裏了 借此聽聽馬英九先生 和台灣青年朋友的 說得相當客氣的 是用平背論交的 那麼這個 習近平呢 就放下了姿態了 不是好像接見李家超那樣 訓事這個馬英九也沒有 用兩黨的身份 去溝通 那麼這個就是 很明顯是一種一貫的統戰手法來的 並沒有特別 那麼看看馬英九怎麼說 馬英九怎麼說呢 這個我覺得是 非常有趣的 因為 馬英九說法呢 就是插邊球 因為其實他不是第一次的 之前在中國的大陸 訪問的時候 對著大陸的大學教授 校長、學生 是提到中華民國的 那麼其實就是插邊球 就是不斷要找一些存在感 其實這個所謂插邊球 好像是沒用一樣的 但是姚中怡先生呢 他就說這種叫做正統論 就是爭奪正統 爭奪正統 譬如說 這個三國時期 熟和毅 都在爭奪自己的正統 毅就說 曹碧就說 喂 漢憲帝啊 憲帝啊 是蟬弱於我的嘛 所以我們是繼承天命的 那麼劉備是中山正王之後嘛 中山正王就是漢景帝 漢景帝的兒子 是中山正王之後 其實根本就跟劉備 劉備 跟皇室 基本上是沒有關係的了 已經經歷過幾百年的時間 非常疏遠 只是在街上買草鞋的一個姓樓的人士 都不是中室來的 那麼他就說 我現在熟是繼承了這個正統的 所以呢 兩個政權都繼承了正統 好了 後來進了 司馬事了 司馬事又說 喂 是曹氏的 他就給我們 憲帝就給曹 曹就給我們 所以我們是繼承了正統的 大家是爭奪這個正統論 正統論在當時 第一又可以統戰 凝聚一個勢力 凝聚一些人的認同 台灣仍然有人 我剛剛幾個月前參觀中山樓 還有一些導賞員 他們真的對兩蔣時代懷念非常 對國民黨的昔日光輝 還是非常敬仰的 當然在另外一些台灣人眼中的 就是白色恐怖時代 很可怕很恐怖 人類的記憶 集體記憶 是很有趣的 馬英九就說這些話 其實就是在爭取他自己的歷史地位 歷史的華語權 因為不斷插邊球提中華民國 以後幾百年後 人們就提到馬英九的時期 就說他是中華民國正統論的守衛者 這個兩蔣 蔣介石就是要光復大陸 蔣經國就是推動民主 這個很重要 因為蔣介石 你無論如何評價他也好 你不能否認 他就是令到 中國可以成功抵抗入軍 百年抗戰的最重要元素 如果沒有蔣介石 由汪精衛領導 中國可能早已滅亡 是不是 事實上他領導底下才抗戰 蔣經國呢 如果沒有他 他早年 執政的時期 當然是白色恐怖 美麗島事件 都是他的時期做出來 是不是 但是晚年呢 他是推動了台灣的黨禁 報禁 的結束 是令到台灣 變成了華人唯一一個地方 是有民主自由的 那麼你是 後世對他的評價是這樣 好了 提到馬英九 馬英九就是期望 以後的人怎麼說他呢 就是繼承兩蔣為治 在大陸呢 都對著習近平 在大陸呢 仍然是提到九二共識 一中兩表 仍然是提到中華民國的 這個就是他自己的期許 我相信就是這樣 所以呢 他呢 就是擦邊球 他說 習總書記好 大陸的各位朋友 我代表這個代表團 學員 在場的媒體大家好 這一次呢 帶著台灣的學子訪問 多謝你們熱情 感受到兩岸之間 血濃於水的情感 中華民國 他這裡呢 提到中華民國過去 經歷八年的屈辱 他提到中華民國 然後呢 就假裝口誤也好 或者真的口誤也好 然後立刻說中華民族 在過去 因為其實呢 他的演講稿一定是對方看過的 一定是對方批准看過 互相應該都看過對方的演講稿了 其實 然後才可以有媒體嘛 立刻拍到嘛 立刻拍攝到嘛 立刻拍攝到嘛 所以呢 他將中華民族呢 誤讀了中華民國 那麼我認為是有意識的 那麼這個意識到底是故意說的 還是他自己的大腦裡面呢 一時抽離不了呢 我覺得就是應該故意說的機會大 因為以前他也是大陸的大學 是故意說過中華民國的 那麼那些人呢 當時呢 校長那些呢 都面露顏色的 那麼今次也是 今次講完之後呢 在場的大陸會訪的人呢 都是非常之尷尬的 那麼中華民國 中華民族呢 過去經歷八年屈辱 最近三十年呢 兩岸的中國人 努力底下呢 一步一步呢 是振興中華了 那麼 一五年的時候 和習先生會面的時候呢 雙方達成了共同的信念 那麼這個很重要的 那麼他說 最近兩岸的形勢緊張呢 引發不少台灣民眾的不安 但是記得魯迅先生說過 這個道盡,傑波,兄弟在 雙逢一笑,敏恩仇 那麼雙逢一笑,敏恩仇 就是馬英九希望 令到兩岸的矛盾 降級 這個是他呢 目前很努力希望做的事情 他就說不要激怒中共 這種就是馬英九的意識 不要激怒中共 為什麼不要激怒中共呢 他相信呢 就是相信了兩長的思想 就是望共在共 中共呢,你激怒他 你越激怒他,他越要滅亡你 你不激怒他,他遲早會亡的 因為這個政體蘇聯 強於蘇聯 一下倒台嘛 所以兩長時代的教育 就對馬英九 我認為留下一個深刻的樂印 認為呢 中共呢 或者不只是中共 蘇共啊 那麼 你越對抗他呢 他就越團結的 你越對抗他呢 他就越會滅亡你 但是事實上呢 你看一下朝鮮 人民勞動黨和古巴 沒有什麼人對抗他呢 他都仍然存在了很多年 這個 不過他們 那一脫人 就相信 始終這個正義 是會勝利的嘛 所以 共產黨始終是會滅亡的 就是他們的堅定思想 然後他們就看到了 兩岸在1992年 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 海峽兩岸 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的共識 這個是 就是 九二共識 九二的共識 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 就是講一中兩表 因為呢 九二共識其實是很尷尬的 九二共識當年沒有共識 就是大家談完之後 各講各的 每一個人就講自己 是不是 大陸的代表呢 就說 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國兩制 統一中國 那就是他們的立場 然後台灣就說 我們就不是 中華民國 反攻大陸 光復中國 這個就是 當時台灣的立場 所以其實 九二共識 唯一的共識就是 兩岸都是同一個中國 但是問題是 誰是代表中國呢? 到底是中華民國代表中國 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代表中國就是各自表述 就是其實沒有共識 是你有你講 我有講 唯一一個認同的就是 大家都是中國人 所以馬英九就堅持了 一中兩表這種說法 但問題是 大陸是不接受一中兩表的 是不是 因為他們形勢比別人強 他們比你強 所以連台灣的明星周子瑜 拿著中華民國國旗 都說是台獨的 這個所謂台獨其實就是華獨 就 表示中華民國仍然存在 仍然代表台灣 這種就叫華獨思想 台獨就是廢除中華民國憲法 零立一個台灣共和國 福爾摩沙共和國 這個就叫做台獨 馬英九這一脫就叫做華獨 所以其實對習近平來說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為什麼以往的官方活動裡面 兩岸的代表 就不能夠提這四個字 一中國表 馬英九在上次見完習近平的時候 都沒有講過 見完習近平見記者才講 就因為大家共識了在對方面前 不講這件事情 因為中共不接受 但是現在馬英九又講一次了 他只是換了文字去講 用口頭形式表達 一個中國其實就是一中兩表 所以這個他根本不是講給習近平聽 是講給後世的歷史書聽的 因為這些歷史人物 就很在乎後世的人怎麼對他的評價 就不像我跟你一樣 我們重視現世的生活 是不是富貴是不是安穩 但是歷史人物有一些人 是要在乎歷史評價 所以那些人為什麼經常散改教科書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因為怕後世對他的評價 是不利 所以要消書 焚書 省書 其實就是有這樣的道理 好了 有些人就罵馬英九 罵馬英九是台奸 那些就是意識形態 我們評價歷史人物 要從一個基礎講起 大家知道馬英九是香港出生 廣華醫院出生 如果國安法理論上 規管香港人也規管馬英九 這個很有趣 他規管馬英九 馬英九的父親叫馬鶴 馬鶴靈 馬鶴靈在2005年的時候小 這個馬鶴靈到底是何許人也呢 因為他就是和妻子 其實1944年的時期 就是分道揚標 新婚不久就是分道揚標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當時蔣介石號召 十萬青年十萬軍 當時馬鶴靈 作為一個年輕人 就是參軍報國的 幸好戰爭打了一年多 他就結束了 他不單止是參軍報國 他還在學校裡面 組織活動 呼籲其他人參軍報國 所以馬英九的父親是愛國情懷 是非常之厲害的 而他去到台灣 因為他不是直接去台灣的 高級的軍官才有機會直接去台灣 或者知識分子 好像胡適 傅思蓮那些 才會有機會直接去台灣 他只是一個低級的軍事 沒有機會直接去台灣 所以他先流亡去香港 在香港生了馬英九 所以馬英九在廣華醫院出生 但是很快就去了台灣 去了台灣後來就透過關係 就加入了 就成為了蔣經國身邊的侍從 是一個軍人做侍從的 所以他能夠跟蔣經國 是有直接近距離的交往的 所以蔣經國死了之後 中研院就幫蔣經國身邊的侍從 是編輯了一些回憶錄 就是記錄蔣經國的生前的點滴 他也是說得非常義憤激憤的 他對蔣經國先生是誠心佩服的 可以說是家僕 蔣經國的家僕 所以才有機會推薦他的兒子 馬英九在哈佛大學博士畢業的時期 取代了宋楚瑜 擔任蔣經國的英文秘書 宋楚瑜和馬英九後來都平暴清雲 都成為了台灣的政治明星 所以其實能夠做到蔣經國的英文秘書 平暴清雲的機會率是非常高的 馬英九的名字怎麼來呢? 就說有九師之德 孔子說的嘛 有九師就是三省吾身 不斷地反省反思 有九如之身和九經之志 所以英九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希望他有九師、九如、九經 所謂九經就是三江和六常 就是九經加起來 所以對他是國人其許芳音 此乃餘生最大的安慰 所以他臨死的時候 他也是對馬英九有很大的期望 當時就是陳水扁做總統 大家都覺得馬英九下一屆就應該選贏了 做總統的 然後他還寫了一個遺囑 不僅是遺囑 還是在臨死前 重新再版了他一本書 叫中華一統世界大同 實踐中山思想治國平天下的微然大義 就是對孫中山對兩長 是有一種極深的情義情懷 所以馬英九就在這樣的環境下 自小被教育成為一個中國人 自小被教育成為一個光復大陸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一個偉人 所以他的期許就是這樣 但是問題是時不我遇 在蔣經國以後大家都知道 甚至是蔣介石、馬連都知道 光復大陸是不行的 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怎樣 使得中華民國這個旗幟可以繼續下去 使得中華民國的旗幟繼續下去 只有兩條路 第一就是希望中共不要打台灣 第二就是要壓住台獨 所以馬英九一生就反對台獨 然後就要溝通大陸 所謂溝大陸 溝中共 那麼溝中共就是希望 中共不要打我們 就是給中共一些希望 和平統一是有希望的 當和平統一有希望的時候 人家就統戰你了 人家就用經濟去利誘你了 所以他在位的時候就要搞這個服務 那麼他們就不 他有沒有擔心這個 如果服務在經濟上依賴大陸 最後政治上也會依賴大陸呢? 他有擔心的 但是我相信就是因為兩掌那種亡共在共 那種教育對馬英九是有極大的影響 馬英九相信了這個道理 只要共產黨 視機而動 等待他 他始終會滅亡的 因為他們天性就是不斷鬥 內鬥 互相殘殺 這個就是共產黨過去從蘇共百多年來發展的定律 從史太林、列寧、托洛斯基的鬥爭 去到後來克魯曉夫 再去到後來哥爾巴喬夫、葉利欽 就不斷鬥爭 最終會分裂滅亡 那麼中共就更加如是 所以他就相信了這個道理 所以為什麼他要不斷溝通大陸 在大陸面前就要擦邊球 講中華民國 講九二共識 我認為就是從他的歷史背景 他的教育背景有關 人離不開他的教育背景、歷史背景 雖然他在台灣長大 但是他在香港出生 他在祖籍兩湖 然後祖先就是左扶豐 左扶豐、右貧營、京兆韻 就是關中三戶 關中三戶 以前有一本書叫三戶王徒 就是這個王氣之所在 所以他對這個所謂閻王子孫 中華民族 這種情意結 是深刻到不得了的 所以他訪問大陸也要提到 我上早 遠早 是來自左扶豐的 他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有些台灣人就用 台灣的獨立意識 台灣人的本土意識去講他 只會下重與兵而已 兩者不能夠溝通的 就是這個意思 你說他台奸什麼奸也好 就好像我們評價李登輝 你說李登輝是漢奸 你想一下 他的父母也是日本統治時代長大的建制派 是日本的警察 他哥哥就葬在日本的靖國神社 他自幼就是日本的意識 所以對他來說他就是日本人 至少就是台灣的日本人 所以你們要對歷史有評價 對歷史人物有評價 一定不能夠抽離時代背景 不能夠抽離他成長的背景 不是用自己個人的喜好 去評價歷史人物 這就是我對馬英九 和習近平會面的一個說法 我一定是講馬習會的 因為無論從拼音 或者是從筆劃 都是馬先於習的 當然如果你用簡體字 習就變得很簡單 就變成雕 就另當別論了 好嗎? 今天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給個like、subscribe、share 收費平台Patreon 還有中國近代史的課堂 剛剛講完晚清改革與清朝的滅亡 很多同學都說 學到很多課堂學不到的知識 VIP會員就可以無限重溫的 多謝大家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